再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汤马斯 传出接受了共和党的金主 常年招待搭乘私人专精游体 甚至在2019年还去印尼进行了豪华旅游 个人的账单消费高达了50万美金 大约是台币1534万元 虽然富商跟大法官强调彼此是多年的好友 但根据CNN的调查显示 富商旗下的公司在2005年 曾经卷入一起建筑草图的版权纠纷 而大法官汤马斯当时却没有选择回避审查 明显存在了利益冲突 美国司法殿堂联邦最高法院 身为宪法守门人的大法官 现在传出其中任职最久 74岁的保守派大法官汤马斯 常年接受共和党金主 房地产大亨科罗的招待 在世界各地旅行 搭乘豪华游艇或私人飞机 照片中也能看见大亨科罗的身影 根据美国独立媒体Propublica调查 指出汤马斯在2019年的印尼豪舍之旅 一口气花了50万美元 约合台币1534万元 而且全部没有向法院申报 汤马斯辨称因为旅行是私人款贷 无需申报 Propublica翻出的记录显示 大法官汤马斯还在2014年 将家族位于乔治亚州的三处房产 以高于市场价的13.3万美元 约合台币408万元 卖给大亨科罗 同样没有申报 根据美国官职人员道德法案规定 联邦法官每年必须申报 自己所受到的馈赠 饮食和住宿招待 除非活动是在朋友住所举行 才可以豁免 而房地产交易 只要超过1000美元 就必须申报 华盛顿邮报报道披露 汤马斯的妻子吉尼 所创办的保守派游说团体 也收了大亨50万美元捐助 但汤马斯却在申报文件 妻子的财产收入上勾选没有 针对这些负面报道 汤马斯发出声明 强调与大亨科罗是多年好友 绝无涉入任何法院案件 在CNN调查发现并非如此 记录显示在2005年1月 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建筑草图的版权纠纷 其中一间涉案公司 就是大亨科罗经营企业的子公司之一 而汤马斯却没有回避 汤马斯出身贫寒 苦读之耶鲁法学院 毕业后进入美国教育部任职 1982年获得雷根总统任命 为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 1991年由老布希总统 提名为大法官 他是2020年副总统潘斯的宣誓主持人 也是去年裁定推翻全国堕胎权的 五位大法官之一 同样爆出申报争议的 还包括2017年 由川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戈萨奇 在大法官人事案才通过短短9天 他位于科罗拉多州的40英亩土地 卖给了经常处理最高法院诉讼的 律师事务所执行长 金额近200万美元 大法官戈萨奇虽然有承报这起交易 但买家蓝位却是空白 爆出大法官常年接受负商招待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已经准备着手调查 主席迪克德宾上周写信 给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希望他出席听证会 已经遭到拒绝 共和党参议员则附和表示 要首席大法官坐证 简直是一场闹剧 CNN消息指出 大法官汤马斯镇 准备重新申报 先前的房产交易 并解释一切是出于个人疏忽 强调过去接受过 任何馈赠都依法承报 不过有分析指出 就算是首席大法官 也没有权利调查或惩罚 任何一名大法官 事实上 无论总统或国会 没有人可以这么做 有鉴于此 以及有参议员26号提出大法官自律法案 名为最高法院行为守则法 要求最高法院在一年内制定伦理道德守则 而且要每年提出报告 检讨是否有疏失和处理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